那么直升机与固定相比 它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机动性特别的强 对起降藏鼠的要求特别低 它可以降落在高山 雪地 海边 甚至于湖边 甚至于你自己家的后院 而固定也完全不具备这样的优点 直升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悬停 这样的话对于旅游观光 还有一些紧急情况下的处理都非常的有优势 介于直升机的这些优势 那么它会有很多的商务用途 例如仅用航空 仅用航空一般用于高速公路巡逻 以及追击罪犯等等 直升机还可以消防灭火 飞防除害 以及旅游观光 我们举个例子 以单发双座直升机 龙银银两两为例 它的官方售价约为29万7千美金 每年2200小时大修 每年费500小时 包括消耗维护以及保险 它的运行成本约为每小时150美金 其中它的保险大约在每年8千美金左右 而这款R44它是单发四座活塞发动机的直升机 它的官方售价为约49万2千美金 它的每小时运行成本约为244美金 像贝尔06这款单发窝轴直升机 它的售价约为90万美金到120万美金 它的运行成本每小时约为1200美金 住一个机库的话 按照它的面积大小 从1000美金到几千美金不等 至于直升机这么多的商业用途 如果您个人拥有一架直升机 为了减低您的运行成本 您可以将其租赁给政府部门 或者有运行资质的公司 与他们签订租赁合同 大约小时费用保险等等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减低运行成本 海狮探索